136. 太陽報 歡迎巴國加入上合組織 2015年7月11日兩岸A25 本報信 正在俄羅斯烏法出席雙峰會議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作在上海合作組織 下稱上合組織 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五次會議上發表講話 由先後與巴基斯坦、烏茲別克及哈富汗等多位領導人回誤 習近平表示 次峰會啟動了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組織程序 中國歡迎巴方的加入 巴支持一帶一路及下投降習近平作在會上發表講話 就如何在新起點上推動上合組織實現新跨越提出五點主張 分別是堅持上海精神 打造本地區命運共同體 加強行動能力 捉勞地區安全屏障 深圍合作潛力 充實務實合作內容 推動民心相通 鞏固世代木倫友好 及保持開放烏鑑 推動組織發展 此外 他會見巴基斯坦總理謝呂夫時指 中國歡迎巴方加入上合組織 願與巴方在上合組織框架內保持密切合作 以謝呂夫亦表示 巴方支持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及下州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思路基金 願積極參與有關合作及在上合組織框架內與中國合作 據了解 習近平在會後與其他成員國元首簽署拼發表烏法宣言 通過關於啟動接收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組織情緒等決議 發表成員國元首關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的聲明 文動組織 曉